台湾地区内务部门最新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三季度 台湾民众新购置住宅房贷 平均期数达到了305期 也就是305个月 约为25.4年 较上一季度增加了17 也是统计以来首度超过300期 台湾内务部门最新数据显示 2023年第三季度 台湾民众平均房贷金额 达964万元新台币 新购置住宅贷款 平均期数达305期 创下历史新高 其中高雄市 以平均房贷期数348期 位列六都之首 台湾房地产专家指出 平均贷款期数超过300期 代表使用30年期房贷 已成为市场主流 尤其房价高涨后 民众只能通过拉长房贷期限 降低购房负担 无论所谓我们给民众 可以有比较低的门槛 去买房 另外一方面其实 你很有可能把这些风险 都转嫁到一些金融体系 专家表示 虽然房贷期数拉长 鼓励了民众购房 但同时也增加了金融体系风险 民进党当局 真正应该解决的是 高房价低薪问题 dispos计的症状